好久不见盛世想念 催根再看养成习惯 大家赶紧把催根两个字 打在屏幕上面 哎哟哎哟哎哟 这小刘学坏了呀 开始骗弹幕了呀 是有那么一伙二伙 没有按时更新视频 但是没有关系 主要是前段时间 一直想搞一点大事情 但是发现 哎 没有大事情可搞啊 搞了个牛排有人就说 哎 哎阿刘你不会做饭吗 你这大蒜都没剥皮 妈的有的傻逼就是这样 妈的说出一句 比较弱智的话 然后越来说 说说你还真心呢 吃你妈的不剥皮大蒜去 在座的各位 可能对煎牛排有一些误解 里面的大蒜不剥皮 才有那味 不是我忘了或者怎么样 它本来就是不能剥皮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 要问那些西方人 问问他们是怎么定出这个规矩的 ok 那么我们今天从操就业 再来搜刮一下这网上的沙雕新闻 好不好 还是老规矩 如果你看过 请把名场面三个字打在屏幕上面 如果你没有看过 就把问号打在屏幕上面 你能见到这个 BrownBorder 的组合 不是雷尼 Schedule drei 大 都是雷尼 都 不是这迷惑行为大赏呀 我就很好奇这个人是怎么跟这个狗吵架 让我们想想那个场景 那个狗在叫 然后那个人在用他们那边 我不知道什么方言在对骂 哇 这是什么场景啊 我了解了 这个人单口相声之王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百度查病 对癌症起步 不是 拔光 拔光 女子汪某的蔬菜的是他的前男友 叶某 汪某今年54岁 叶某比他稍大一些 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已经同居五六年了 但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分手 哎呀各位酸不酸五十多岁西洋红爱情哎哟只不过结局有点不太好 大家看这就是乡村爱情故事 老年人的生活就是如此 朴实无华 你偷了我的摩托车 那我就把你的菜 哎全部拔光 说到这个不要偷菜 想到以前QQ谢明是什么 不要偷我的菜还是什么东西就反正类似的哎哟 童年童年好吧 哎哟 哎哟哎哟 这个人还是个文化人还会跟这个护兰道歉 那他不打算跟他那辆车道一下歉吗 你好邀灵 那这个酒店就是跟别人做这个调判交易 我感觉我被骗了 这个女的他跟我说是独一个小时 然后没有按照四千人才 现在我感觉受到了欺骗 你把名字抱一下吧 这个不是你说算了就算了 调判我们要处理的 我抓我自己 我抓我自己 各一个女网友 见面了 女网友 聊了多久就喜欢一样 这 打开 搞网恋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呀 你以为他是一个清澄清国的现代西施 实际上他有可能是乔比罗 郭老师 他们的眼泡泥的泥车 能否让她走向你'. 他们让她沉远 经历了扬自己的育餐 而取悉了扬使用 她的治疗的状况 但现在她的治疗是 他们的治疗是 因此,她的治疗是 由于她向您进入 让她养案,后一个事件 后一个治疗是 而她的治疗的治疗是 她受悉刀部 metrics 对一个病毒 受悉悦的治疗是 他们会保病者 挥霍有限的时间 能否许我一个永远 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 可能我偏要一条路 哎呦 这太感人了 多美好的爱情故事 各位可能这男的跟他结完婚之后 下一次就不一定能上法庭了 直接活葬场 OK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最近相信各位 丁丁网课都开始 逐步开始上起来了 但是可能有一批更可怜的 跟我们一样 马上要考试了 我在想要不要直个播 或者把这个过程录下来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吧 第一次线上考试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想看 请在评论下面告诉我 或者私信告诉我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你对我的节目 有什么先或者想法的话 也请告诉我 或者你有什么题材 或者沙雕线外的素材可以提供 请发至 劉studio at 126.co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